在未来世界 可不要随便搭讪美女 因为眼前这三个漂亮美人 居然是三代人 分别是大佬的岳母 老婆 还有女儿 男主小时痛失母亲后 想要让那些为非作歹的富人付出代价 于是通过重重关卡 一路过关斩将来到富人区 这里果然和贫民窟大不相同 高楼林立 豪车轿跑 小时还保留着穷人的习惯 干什么都用跑的 大家都一样的眼光看着她 这里的富人做什么事都是慢条斯理的 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 想到这里小时也慢了下来 不过她格格不入的行为引起了一位美女的注意 小时走进赌场 决定用自己的时间玩比大的 她和一位大佬坐到了赌桌上 看着小时一脸豪气 大佬以为她是富二代 起教就是五十年 刚刚那位美女也走了过来 男主被她的绝世容颜惊艳道 一激动压上了所有时间跟大佬赌 也就是说 如果她输了这一局 就会当场死在这里 大佬和女主看了她手表上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三十秒 都被她的魄力惊丹了 好在最后几秒钟 男主从大佬手里赢了一千年 直接让自己的资产翻了十倍 少了一千年的大佬不为所动 因为这点时间对她来说就是毛毛 大佬可是银行行长 而美女正是她的千金 他们都被小时不要命的做派折服 便热情邀约她参加家族派对 就在大佬为她介绍家人时 意外发生了 原来时间规划局的人 发现了那位富人的离弃死亡 通过监控发现了小时 便一路追踪小时来到这里 以杀人盗窃时间罪将她当场局 然而小时却觉得十分不公 要是抓人就得把所有富人都抓进去 可是时间规划局的警察根本听不进去 他们把小时的时间划走 只剩下来两个小时的审缺时间 眼看自己的生命所剩无几 小时决定堵上一把 她抢了一把枪 拉着小美就跑 她可是银行行长的女儿 用来做人志在好不过 两人驱车逃走 好不容易甩掉了穷追不舍的警察 却中了时间强盗埋下的路障 汽车失控掉下了山崖 巨大的冲击力让两人晕了不去 等到醒来时 两个人手上的时间都被时间大到划走了 无奈之下 小美只好把她的钻石耳环卖了 换了两天时间 续命成功 但这么紧巴巴过日子也不是办法 小时决定用小美敲诈行长一笔 而小美也在这些日子的接触中 发现小时并不是什么坏人 相反她还有一颗拯救世界的心 于是也决定配合小时 作为行长的千金 小美的赎金可不能便宜了 小时张口就要了一千年时间 威胁行长三天之内打给自己 否则就撕票 可万万没想到行长竟然认钱不认清 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 到了第二天 小美有点动摇了 主动打了电话给行长老爸 可聊到一半时 警察就追了过来 小美开枪自卫 和小时抢了警察的时间和车逃走 心灰意冷的小美决定加入小时 一起改变世界 而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去抢劫时间银行 小美决定 阙明